人家跟他讲,文知实理菩萨早就不在五财山,他到中严去度化众生 他就问他,但文知实理菩萨到中严去度众生,我从中严来,怎么不知道呢? 他说你应该知道的,他就是度圣和尚 我每天跟着我的师父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他是文知实理菩萨 每天跟他在一起,他不知道他是文知实理菩萨的 他还要去炒五台,所以度圣和尚跟他讲,你去炒土堆喔 你要搭一坑晃晃喔,你文知实理菩萨在旁边你都不知道喔 你还要去炒五台山的文知实理菩萨 我就是文知实理菩萨 他不知道的,他没有跟他讲 他的弟子回到,赶回来的时候啊 度圣和尚已经炎吉 他说度圣和尚很多的神通 这个就是怎么讲呢? 布袋和尚就是弥勒 弥勒菩萨,他在天上有果味的 在独死天有果味的,对不对? 但是他也下桓做布袋化身,作为人是布袋和尚 文知实理菩萨是有菩萨果味的,他早就成佛的,对不对? 他又化身为度圣和尚啊 所以这个中途里面就有了 在藏地啊,他们自己讲啊 你看,像这个吴后光 他说,他我等大师啊,早已成佛 这些人都早就是成佛了 这些大师其实都是佛 只是世人啊,繁衍啊,不明白啊 什么是佛啊,什么是人啊 根本就不清楚,不知道嘛 对不对? 他这样子讲了,他这一段里面就提到 这个修道成以后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是成佛之礼呢? 成佛之礼为修道父,生成设身 心恒安住法身,成就双印 身体还是身体啊 成佛以后啊,这个身体还是身体啊 还是要吃饭啊,还是要睡觉啊 还是一样要去厕所要去拉 对不对?这是身体啊 身体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还是要流龙啊,还是要身体啊 又流鼻屎啊,流眼屎啊,流耳屎啊,流口水啊 都要的嘛,身体就是身体 身体还是射身 那斯加摩尼佛也是一样啊,他身体还是射身啊 但是呢,他已经心啊,恒安住 法身成就双印 他的这个心啊,早就安住了 就已经住在这个整个这个宇宙啊,这个极境当中 早就是佛了,是法身 能够双印了,能够自在了,心能够自在 身人是俗人 那斯加摩尼佛年纪大的时候也是有病 那么他有偏头痛的病 他啊,有长骨刺 啊,现代人就讲骨刺了 以前没有,不知道是骨刺嘛 痛痛痛痛痛,这个脊椎骨痛 脊椎骨,其实是长骨刺 啊,斯加摩尼佛长骨刺 又肠胃不太好,肠胃不太好 老的时候啊,头发也是白了 啊,不要以为看他白头发就是修行没有成就 啊,其实斯加摩尼佛老的时候也是有病的 他有偏头痛啊,有骨刺啊,有很多毛病 他身体啊,还是射身 但是心啊,横住虚空中 能够双印自在 这个就是成佛之理啊 成佛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说那个杜顺和尚 他身体流容是干什么啊 他身体流很多容啊 诶,以后有很多那个村庄里面啊 大家都长皮肤病 大家长皮肤病啊以后呢 他说,找谁啊?找杜顺和尚 诶,他只要看他一眼,跟他坐着 OK,病人来了,坐在这里 杜顺和尚坐在这里 他看着他 看一下子 好,回去你就好了 只要看他,他就好了 所以根本不要治的 就是把病人抓过来 坐在杜顺和尚面前 他看他,他的皮肤病就好了 杜顺和尚啊,皮肤流容啊,是有原因的 他先流容啊,流了很多容 以后这个村庄啊 全部的人都得了皮肤病啊 全部的人来看杜顺和尚 给他看一眼就好了 这个就是杜顺和尚的神通嘛 杜顺和尚的塔 目前还在中国大陆上 还完整的 他的舌利塔 还是完整的 那么这个就是讲 这些大师 甚至杜顺和尚 布袋和尚 富大士 本身来讲起来 都是过去早就成佛的 在天上拥有他的菩萨果位 他又转化到沙佛世界来 在度化众生 就是这个 他里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啊 这个奏中 共有三种成就建立 说 心成佛之身 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 成就就是心成佛之身 有色界天 异界人生之恶 即久以成佛 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 也是在天上有他的果位 在沙佛世界有心成佛之身 那么色界天异界人生之恶 即久以成佛 这个就是三身 今以异界人生 四现成佛之一 就是用人生 人的身体来四现 他已经成佛之一 这个就是都讲清楚了 然而他共喜为有相好庄严之色身 夫妃出色而是知身 以此知身体性无别 有如所有境所有志 万彼身之获得自在 即是成佛 我就是刚才讲的 你的这个智慧 你的心智 你的心呢 能够自在 就是成佛了 当然你成佛啊 在你的色身上表现 你也是相貌很好的 相貌很好的 或者你有特殊的 好像现代人讲 你有特异功能 他有表现出另外一种特殊 不一样的一种色身出来 让你看啊 他的心啊 完全是自在双印 完全是在虚空中自在双印 他又有他特殊的一种 一种色身 但是也不一定说让你看得出来 不然那个杜顺和尚的弟子啊 对不对 跟着杜顺和尚那么多年 还看不出来 他是文之施利菩萨 还是看不出来 有些时候是看不出来 但是事实上有时候 会稍微弱一点点 就是让你看一下这样子 是一种颜色的 是一种颜色的 是一种颜色的